入香當然要隨俗穿一套蘇格蘭傳統衣裙 蘇格蘭裝誰都知道是穿裙 男人老狗為何穿裙呢 而且還有一套驚險 就是裏面一定要真空上陣 不過我這套衣服 由於服裝公司特別情商租出 他就強烈推薦裏面穿底褲好些 雖然我告訴他我前後都洗得乾乾淨淨 不過想想無謂堅持 做人要講一些功德心的 蘇格蘭傳統服裝除了裙子 最重要的就是 腰前面這個又是羊皮做的袋子 袋子前面還有幾個吊鈴用來裝飾 平時走路袋子就在前面摔下摔下 大搖大擺很威猛的 如果不講夠功夫 一陣大風吹你 就隨時會裙拉褲甩 鄉間高地的蘇格蘭人 平時打扮樸實 每年五至六月間就盛裝出場 出席一連一度高地的運動會 舉行各種傳統獨特的競技比賽 不過開波之前 連跳舞都可以鬥一頓 這隻就叫做蘇格蘭的highland dance 高地傳統舞 這隻就叫做highland fling 拼著拼著 他們的動作是模仿公錄的一對角 你看他們多麼健康正派 一看就知道沒有濫用藥物 風笛這一種樂器 在古羅馬的時候已經開始發明 羅馬人入侵蘇格蘭的時候 就把這隻樂器帶來 後來蘇格蘭人就自己改良 用一些羊皮做成一個袋 然後成為一隻很悲壯的 蘇格蘭民族音樂 到了今天 風笛都是蘇格蘭人 在英帝國裡面的一隻樂器的代表 就起來真是充滿山川野嶺之間的 英雄本色了 一個羊皮做的氣囊 和五支笛管組成 這樣就可以產生音樂了 如果學會的話 就像他一樣 完全可以吹到啤啤聲 不過學風笛這種樂器 首先就要懂得吹漲 吹漲氣囊先 當笛聲一起 就表示一連一度的燕墨片奧運會 也就是叫蘇格蘭高原勇士大會正式開始 這個傳統的奧運會 已經有七、八年歷史 這一天完全是男人表現力的時刻 也是其他人show quality的大日子 蘇格蘭的猛男他們平時的生活真是能靜能動 玩起來有一種遊戲 也是拿著一枝又大又粗的勁柴 加油 這棵木柱重五十七公斤 成層樓那麼高 直徑一邊有九英寸 撲起上來 真是堅挺無比 發發聲的 七百多年前 高地的蘇格蘭人靈感一觸 將日常沉悶的工作生活 變為競賽項目 好像這隻扔木比賽那樣 真是少點力 都玩它不行 這種一味靠托的遊戲 除了要有力之外 還要懂得平衡 所以說最重要是托 不過很多香港公司 接近高層的拆鞋仔 一天托慣大腳的 來到這裡玩些什麼 就得心應手了 不過平時托不習慣那些 就會隨時脫自然淘汰 這就是著名的蘇格蘭草地扔木遊戲 因為傳統上很多蘇格蘭人 在高原那裡佛木 他們斬了整棵樹下來 就去到河邊 一定要夠大力把整條柴 扔到河中心那裡 讓柴木順流而落 這樣才可以順利完成 整個佛木的工作 力水少少都不行 分分鐘跌下來 就雜貶自己的腳 在這些草地的遊戲日 有很多項目 其中這種鏈球 重了25公斤 差點秘力都搞不定 蘇格蘭人喜歡在地上畫一條線 然後在線後面去扔兩東西 後來就發展成為一個 四方形面積固定的方格場地 這隻高地閘鏈球比賽 和其他的比賽 有一種顯著的不同 別以為中國的武俠片 一些奸角 那雙鞋突然間伸一把短劍出來 洗陰招拿人命 不過他們這把短劍 不是那麼陰毒的 是用來固定自己的位置比賽 只是用來固定自己的位置比賽 這個劉星鎚敲到這麼遠 真是拿著這位哥哥拿冠軍 贏了還撞?想自我挑戰 身為香港仔, 最緊要懂得走位, 倒是走得摩了 這個大清陀, 成三十公斤那麼重 少一點碗力都玩不到 這次是鬥, 扔得高 也是這個高原勇士大會比賽最後一個節目 誰是全場總冠軍, 做今年高原的精英大師 吃足吃飯, 看似一釘 所以每個趁著公正設置, 自己就熱身練習 每個選手都插馬, 咬了腰, 出盡力向高空襲物 各位心智脆弱的觀眾千萬不要亂學 就是拿些徐仔物件亂釘 扔死人, 真是沒命賠 本來領先這位仁兄, 可惜過不了這關 整支桿都弄斷了, 他就是輸給別人 最後這一集 蘇格蘭的人口雖然只有六百萬 但是他們意志堅毅, 不斷自我挑戰 而且判斷正確, 意志堅強 是一個文武相傳的民族 他們受到古羅馬人的影響 接著就喜歡航海和對外的冒險 蘇格蘭人不但有世界第一流的銀行家 航海家和發明家 你看看就算他們玩這些高山的自然的田園競技遊戲 都是一絲不久滿懷認真的精神 蘇格蘭人並不追求太多的物質享受 相反, 他們喜愛自然和田園 難怪十九世紀之後 可以說整個大英帝國 和整個世界現代文明的面貌 蘇格蘭人的貢獻 真是非常巨大而輝煌的 不過保護人的務生 他收集後 再說再說 那三打電話 就想過了 哪一打電話 就是鑼子 是勸子 一定可以 到香港全對三打電話 要去鑼子 每一會兒都看到 都不可能 要去鑼子 再去鑼子 至於我們 這麼多年的 廂截 和各位一起见识一下王者之都 爱丁堡风范 好